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见面了啊 这个今天温哥华是阳光灿烂 春风拂面 春天真的来了 花粉季又要到了 老王提醒给大家各位啊 尤其是润出来的 你们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花粉过敏 别着急 你现在没过敏 别着急 那个我第一年来也不过敏 我们的人体 它是一个机器工厂 它会有一个处理的过程 适应的过程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特别明确 大家都认识那个郭文贵 郭先生 郭大总统 你看他后来他在直播的时候 痛哭流涕的那个鼻涕啊 眼泪啊 他就是深受花粉过敏的困扰 这个在北美地区 美国加拿大格外的明显 你像我们加拿大 我一点都不夸张 那个绿色植被的覆盖率 是中国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这你做梦都想不到 我跟你说一个 我跟你说一个发生在我们家的这个情况 每年花粉季三月份四月份 我家露台上落的花粉 你们猜一猜多厚啊 咱们都见过 中国人都见过那个铜钱吧 前龙铜宝吧 就那么厚 就是说那个铜钱的厚度 露台上就是集中的爆发那天 就能看到这么厚 就跟雪一样 它确切的说它不是花粉 它是树粉 树 尤其是松柏类的树 大树 它的粉量 才是直接导致我们过敏的重要原因 花粉的浓度 照树粉相比来说 就是九牛之一毛 就是一两天 不去吹 就是铜钱那么厚 而且你吹的时候 你扫是甭想了 扫是不可能 因为院子大 你扫 你扫不过来 它怎么办 这边都是用那个叫blower的 就是有一个背包 特别像喷气背包 它是斯泰尔的 两重层汽油机 然后右手这边的有一个风筒 就是这么大功率 我就有一个这个东西 吹的时候 我开始没有注意 我只是戴了口罩 没有戴护目镜 一定要戴潜水眼镜级别的护目镜 你戴普通的那个眼镜一样的护目镜 没有用 因为花粉会直接进来 所以当我吹的时候 就大量的花粉进了我的眼睛 进了我的鼻黏膜 时间长了 过个两三年 我就会出现严重的花粉过敏症状 女人会比男人好一点 一个是女人的循环带线没那么快 另外我估计花粉 背不住都是公的 都是精子 同性相斥 所以他们先攻击我们 后攻击母的 但是女人也会 也会有 另外女的可能也不会 平时做这些户外的工作 所以女人的过敏源吸入的比较少 总之 就是女人比男人要轻得多 但是花粉过敏 是这边很大的问题 几乎可以说人人难以避免 那怎么办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凉物 这个凉物是美国Costco就卖 每到这个时间 Costco就开始有了 他在卖隐形眼镜 什么保健品的柜台上 是喷剂 三连装的 上面画着小花粉 那个是最好的 一个鼻孔 得顶住 撕一下 这个撕一下 每天晚上喷一次 就没事了 东西 因为那里边稍微喊一点点激素 所以加拿大是买不到的 但是家庭医生可以给你开 但是代价就是家庭医生给你开的 加拿大你买这一模一样 跟美国Costco卖的一个牌子 一个东西 一个计量 连包装都一样 价格是美国的三倍 加拿大这一小瓶大概是五六十加元 美国三瓶是二十美元 二十多美元 所以就去美国Costco顺路就买上就得了 那三瓶足够全家用一年 好了 今天我们说点轻松话题 因为昨天说了玄学这个话题 把大家脑子烧了一下子 了着了吧 尤其是理工男理工女们 你们肯定是一下子就 眼睛大了 因为你们可能第一次知道 原来玄学推命是通过算术 查字典的 这告诉你什么 这告诉你什么 这就是老王告你一再强调的 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逻辑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真实的 你怎么可能通过算术 又没有请神 又没有附体 又没有高龄 那你怎么通过算术 得到一组阿拉伯数字 然后对一个字典条目 然后你就知道 你人生中这个时间要发生什么 这他妈这不是一派胡言吗 但是他为什么发生了 他妈这世界是虚拟的吗 这个世界是一个电子游戏了 你这个哨子神术 这个开发人 他是那个团队的吗 所以他就告诉你一点 你这么一弄 你就知道元代码了 所以哨子神术 铁板神术 只指一个事实 就是世界是虚拟的 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 真的是虚拟的 你们只要认真看了我昨天那一期的 你们一定相信我 你们看了夏合小叔 他们这种节目 老高啊 小莫这种节目了 你们未必那么明确的 有证据 这就是科学理工和文艺青年的区别 就是你们感觉到 明明中感觉到 对应该是 不是真的 要不然怎么这么准呢 怎么这事都能知道呢 但是你们没有证据 老王昨天这节目就告诉你 证据 就是这个 你把他们的出生时间一排 咔咔咔 几个换算 坐标一换 数据一拿 按着公式来 你得这个数 就是要发生的事 完啦 我操 BBQ了 直接你无神论 直接BBQ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被BBQ过 所以呢 你想我这样的一个家庭 我老爷子是他们到现在还是毛粉的 一个共产党解放军的这么一个军官家庭 我又是理工大学 我怎么可能信这个东西呢 那我最后信 一定是英语叫girl 中文就是BBQ了 就是肯定是经过这么一个三观尽碎 在重塑的过程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不再说玄学的东西了 我们说点轻松的 就是澳洲小哥看过来 澳洲我那个北京小老乡那小哥啊 我找不着你的那个email了 因为邮件太多了 现在给我发的邮件太多 大概你是20多天 以前给我发的快一个月了 所以呢 每天都几十封邮件 这一个月累积下来就是 丢我个大几百封邮件 我 我找不着你的邮件了 因为你在邮件里边跟我说 你想认识那个白鸽女士 白鸽女士就是那个特别励志的 80后的那个 那个女士 她就是生活在边远乡村 就是简直是手上 我觉得白鸽女士上辈子 一定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白鸽女士是我观众啊 她这个 你别挑理 我咱老王有啥话 说啥话 你应该是上辈子伤天害理过 所以你出生 他他们有这么一个烂牌 从小被爸爸打 被爸爸家暴 拿那个 拿那个 门弹簧抽脸 总之就是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事 然后 不死心 不认命 struggle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命啊 白鸽女士 这本身就命 因为你上辈子虽然做了不好的事 但你累生累世 你是一个多次做人的人 所以你还有着这方面的本能 所以她呢 就知道要离家远远的 她人生转换了几次坐标点 慢慢的就改变了她的人生 你想她是这么一个家庭出身 然后第一次呢 因为她爸妈离婚 把她判给爸爸了 爸爸条件好 所以她就斩钉截铁的 离开爸爸去找妈妈 好像是离开爸爸去找妈妈了 对 然后呢 就这样得以在 在城市上了一个中学 然后第二次又斩钉截铁的去 去了上海 然后在上海是学了英语 自学的 人家自学韩语英语 两门外语 然后人家又自学韩语 然后又从上海去了韩国做生意 我记得你的人生经历 有可能我说错了 因为我毕竟跟你不是特熟 你人生经历 我印象中你是在韩国做了小生意 一贫如洗的去了韩国 在韩国读大学都是借的钱 在小酒吧打工 在小超市打工 给人家韩国老板站一天 最后站的 这姑娘个很高嘛 每腿都长静脉曲张了 哎呦 我看到这我真想给你按摩按摩 你说这个 别往歪里想 这个就是替你放松放松 真的心疼你 然后就是这样 拿了韩国的文凭 然后在淘宝开了自己的网店 在韩国拿货 在淘宝上卖 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就是变成了个小富婆 然后又自学英语 现在要移民加拿大或者美国 哪个国家我忘了 人家就DIY 人家没看过节目 人家就DIY 人家就一定要自己学明白英语 而且现在英语水平已经可以了 他就是真的就是一点一点的 在穷家的这样的基础上 通过自己的空间转换 就是改命实际有技巧的 你不能在那个原生家庭转 原生家庭累死你 你也转不了 必须离开你这些 杂七杂八 这个负资产的这些社会关系 然后到了新的环境 去结识新的贵人 这样这个女孩叫白哥 她名字也特别好听 白哥就成功的转换了自己的运势 你看她是80后 她现在也就是30靠尾 40郎当岁 那不到40应该 30多岁 还正在年轻最好的时候 所以呢 就是她的这个故事 在我这个频道里一讲 就澳洲小哥 澳洲小哥就心动了 澳洲小哥是个北京人 跟他年龄 跟白哥年龄相仿 然后年纪轻轻呢 就去澳洲留学 在澳洲拿了 拿了枫叶卡 拿了澳洲的绿卡吧 澳洲叫什么卡 代鼠卡 就是澳洲的永居 然后又换了澳洲的蓝本护照 然后在澳洲呢 找了一个会计师的工作吧 我既是会计师吧 小哥 我要说错了 你可以在评论区更正一下 然后澳洲小哥呢 因为他的工作性质 在澳洲的一个小的city里边 所以他呢 就没有那么多的异性缘分 所以他也想成个家 我看小哥给我发过好几次信 我就觉得这个人也特别踏实 然后他就就特别的仰慕这个白鸽女士 他就想追求一下白鸽 然后呢 问我 我呢就给白鸽写信 写email 我就问白鸽 我说你愿意吗 你要愿意 我就给你们俩 email换一下 然后时辰大海 我心想 操 那么白鸽肯定是有男朋友了 我这个澳洲小老乡玩毒子了 BBQ了 结果谁知道呢 白鸽女士去他们旅游去了 也不是我忠实的粉丝 他去什么的 马尔蒂夫之类的 这个海天盛宴去了 整天玩的不亦乐乎的 他就没上油管 20天出去游了 游玩了 十几二十天 等他上了油管 上了这个自己的email 才发现这封信 然后他昨天呢 就给我写了封长信 然后告诉他快让向澳洲小哥来找我吧 所以呢 我呢 今天呢 就今天等于是咱们做个轻松话题啊 通过老王的频道 还能相亲 还能结缘 结良人 结良缘啊 呃 但是我有一个这个警告声明啊 因为我已经犯了这个错误了 你们啊 就是后果自负啊 我是管认识 不管生孩子啊 你别最后 呃 出不来了 或者因爱成恨 分手了 完了两个人一块数了我 一块骂我 这个就没必要了啊 就是我给你们俩交换完了 这个就就好了 如果你们真的有喜事 你们请我喝喜酒 我飞到澳洲去一趟 给你们直播喝喜酒啊 我能做得到 这是我有的这时间 我还正好对澳洲不熟 我就顺道 去澳洲玩个十天 二十天呢 也挺好 参加你们喜酒宴去 但是你们将来呢 是否幸福 是否能成 呃不要 就不要怪我啊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干了一档子 这事 在我退退上 有一个 有一个大龄女青年 她就是特别想找一个北里公的男人 做老公 我操 正好我这有一个北里公的 呃 离婚男人 跟我岁数差不多 我就介绍过去了 结果俩人没处好 呃 相顿了几天之后 一拍两散了 完了 完了 BBQ了 这女士受受伤害了 哎呦 这找不着男朋友发泄 找我发泄 天天给我在推特上发私信 数了我 哎呀 你这这东西就是你不成熟的一面了 呃 呃 这都是三十多岁的快四十的人了 你们这个相亲吧 就是他不是强买强卖 就是如果彼此之间呃 见变之后呃 或者试婚之后呃 同居了一两天实在出不了 呃 男方可以退货 女方也可以退货 这个不涉及到谁甩谁谁玩谁的问题 你要成熟一点 因为到了三十多岁还没结婚的 你们的性格都特别刚强 严肤提刚强众生 就是换句话说 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性格上一定有缺陷 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这些东西 没有经历双方之间的互相磨合忍耐 所以你们很容易针尖对卖忙 处的不不快乐 而嗯 每个人结束感情或者 离场的时候呢 呃 他的呃 方式都不同 你有的人就直接说清楚 说我不喜欢你哪 所以咱们俩算了 但有的人他不成熟 他就喜欢就是一一走了之 呃 全面拉黑 这这都是处理问题的方式 但是那你就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找下一个去吧 你别 揪着我操 跟小林嫂一样 你揪我 你揪我有啥用啊 操 我也不 我也不可能跟你成啊 我都有 我都有家庭 有撒孩子了 我操 你你你拿我出气有什么用啊 操 你拿我泄火也不可能 你这种情况 我也不敢跟你泄火 我现在都是 明人了 我现在都是网红了 我有偶像包袱了 那我能呃 能能干这事吗 我能睡粉吗 我睡粉啊 我操 那我不就 唉 那我老婆就肯定给我淹了 这一点都不用夸张的 这个他这个老娘们干得出这事来 你知道吧 就是 那以后我就真的这么跟大家说完话了 为什么呢 哎呀 不见了 为什么 我说不知道啊 睡觉之前还有 睡醒了就 没了 就就这样了 你们不愿意看到吧 所以呢 就是介绍你们之前啊 我就 话说多点 废话多点 因为我这 也 老心病了 但是呢 我遇到这事 我还是忍不住去撮合 为什么 这是这是好事吧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万一真有情呢 我给你们念念 我给澳洲小哥看过来 你他妈要不看我频道 你要是不取关我了 你真是个 那你什么人生损失大了 你错过这么个好老婆 比你有钱还 人家还比你能干 人家还长得漂亮 照片都给我发过来了 这样吧 我贴一个 我未经的同意 我把他脸遮住贴 人家身材老好了 相当健美 一看就是自律的孩子 而且他是东北牛嘛 北京配东北还可以 你要是四川的 我就不介绍你了 四川男人配东北女人 没有好下场的 我又说多了吧 这里边要有真的是四川男人 跟东北女人的夫妻 你们就当我放屁 当我放屁 我嘴瓢了 也有例外 也有例外 这个一半一半 老王 先恭喜您粉丝破了五万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这白根信 身体健康 油管事业蒸蒸日上 您宝贵的观点和思想 能汇集到更多的人 给您拜个晚年 在您读我的来信那期 那一天 我正在赶着去普吉岛 度假的路上 你看看 在普吉岛玩了20天 我体悦 不吉 艾伦 能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我都在出海潜水 太巧了 没想到 我竟然和金融大佬 有一样的爱好 让我震惊的是 您那么早就玩潜水了 听到您是说潜水的部分 我太有共鸣了 当在水下靠着调整身体和呼吸 像鱼一样游动的时候 那种爽感和自由的感觉 只有潜过水的人才懂 我回国后 还特意去查了您说的北京龙园潜水俱乐部 他们是98年注册的 中国最早的潜水俱乐部 您99年玩潜水 到现在快26年了 应该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潜水员 果然是什么都走在前端的人 这个拍的我好舒服 你虽然在捧我 但是对不起 您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 就是真的是这样的 我真的是第一批 那个老板 龙园老板叫王刚 后来诸事不顺 改名叫王一坤了 改完之后还是诸事不顺 所以王刚是我哥们 比我大个一两岁 当时还是小伙子 现在也变成老头了 我就是 我在潜水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个事 没有潜水经验的人 你们有机会学潜水的时候 第一要正规 一定要正规 必须是正规俱乐部教你 正规教练教你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绝对安全 因为这个东西很危险 第二 我发现了什么让我着迷的事 就是你在水底 你带上呼吸气瓶之后 当你完全沉静下来之后 你能听到自己耳朵里边血流的声音 我没有夸张 你听心跳是肯定咕咚咕咚咚咚 你能听到自己心跳声 这不用说 但是你在空气中 你在大气中 你活一百岁 你活三百岁 你也听不到自己耳朵里边血流的声音 但是你潜水 你完全沉入水底的时候 你居然能够在万籁即灭的状态下 你能听到自己耳朵里边 耳膜里边血管流血的声音 有点像秋风扫落叶的声音 有点像 但还不太完全一样 这种声音真让我着迷 我想有这么个可能 就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修行人生的时候 尤其是在修习玄学的时候 大家都必须通过打坐呼吸调整来入定 其实可能在水下入定更快 而且在水下 因为它有水的保护 猪斑邪灵可能无法侵入你 这个你看就是理工男发散式思维 多伦多那个Larry张 老张 可能你就有这个方面的路子了 你不是因为邪灵老找你 所以你就不敢入定 不敢闭鼓了吗 你下次可以学会潜水 试试在 比如说你找个游泳池就可以 我们家游泳池就可以给你开放 因为没人打着你 你这一瓶气 如果你是安静状态 一瓶气 35分钟没问题 35分钟时间入定也可以 所以你带两瓶气 那就将近两小时 一半小时了 你沉浸去以后 你入定之后 你在水里入定 那个效果比在陆地上入定好得多 这是我当时 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 二十来岁 我也不懂这些禅宗 也不懂修行 所以我当时就发现 这样很舒服 这样就是怎么讲的 就有点像那个会成经的老鼠 或者狐狸 打到那个地脉龙脉上之后 他不动不动 他就吸收天地灵气一样 我当时潜水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再告诉你们 一个不会潜水的人 好玩的地方 在水下带着氧气瓶打坐的时候 你如果闭上眼睛 屁股朝天 头朝下待着 你一样能打坐 没有丝毫的不舒适感 就是在水底 你完全进入到水中的时候 没入水中的时候 实际上没有重力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BC 就是潜水的人都知道 什么叫BC 弗力背心 你把自己的重力调整为零的时候 它是通过放弃排气 你能把自己的重力 完全跟周围的水调成完全一样 你就悬在水中不动了 这个时候你慢慢的屁股朝天 头朝下 你也能在水里边这么待着 就像一个倒立的弥勒佛一样 我玩过 挺好玩的 坐在水 因为你这个时候看水面 就像看地毯一样 那个水面是像镜子一样 它倒影了 亮了 特别好玩 所以这个 跑题了 搂过来 今天轻松 因为今天咱是相亲 咱们快乐大相亲 我这次除了玩了水废潜水 还完成了自由潜24米的深度 我去 这个小妹妹 小妹妹 你他妈太疯了 自由潜24米 这什么概念 这他妈要死人 你小心点 我自由潜的最高纪录 我都觉得我挺牛逼了 才7米 连8米我都不敢去 你到24米 你那三个8米 我操24米 五楼 我操自由潜 什么叫自由潜 就是不带氧气 不带空气 憋口气下 那叫自由潜 这个很 对于你的身体 绝对的考验 自由潜比起水费 更考验人的心态和意志力 当然了 心越慌 越潜不下去 或者憋不住气 我这次还因为急于下深度 造成了耳挤压伤 那可不 耳膜都给你压破了 在普吉岛养耳朵养了好几天 在离开的前一天 才完成24米下潜 整个人像晒的像块碳 但仍乐在其中 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年底 打算挑战32米和40米 我去他妈的 白哥啊 你悠着点 40米你都是能变中国女性第一了 因为世界纪录是100多米 但是中国不玩这个 中国人不碰这些 所以你又是个女的 那你搞到40米 那岂不是中国第一 卧槽 哎呀 优质点吧 白哥信我的 你也岁数也不小了 也30多了 你不是189了 听我话 你听书话 24米就行了 你已经挺牛逼了 书都已经给你跪了 卧槽 书玩的昨天比你早 但是现在 卧槽24这个书让我直接跪了 你就别当40了 你40你让我什么 让我给你磕长头吗 你有这么残忍吗 别玩了 安全第一 老王你还在玩潜水吗 什么时候来东南亚 一起去砍海豚 经沙抹香精 或是被搬鸡鱼 追着咬脚谱 探索那些未知的世界 我不玩潜水很多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一边耳膜彻底破了 我这耳膜有穿孔 后来很多年以后 它长上了 但是的耳膜 左边的耳膜 那就比这个正常的耳膜 薄很多很多 所以我一潜水 我这儿就进水 进水之后就会被造成眩晕 类似于耳食症的效果 这样在水底非常危险 除非我用那种特殊的科技手段 法国人发明的一种面镜 戴耳罩的 200多美元一副 我买过一副 但是我用了一次第二次就坏了 而且如果它是在水底坏了 我会非常危险 我会非常危险 我得紧急上浮 搞不好我这片耳膜就也破了 所以耳膜的问题是我大问题 所以我目前就不玩潜水了 就是在水面浮游浮游 而且在我们加拿大温哥华 海底的温度特别低 常年海底温度都在10摄氏度以下 这样的话 我如果玩潜水的话 我们这边的潜水爱好者都是干潜 就是叫dry suit 你们在普及那边玩 它叫white suit 就是你们穿一个橡胶衣就可以了 我们是里边穿毛衣毛裤 羊毛的羊绒的裤 然后外边穿那种 密不透水的干湿潜水服 非常沉 那套设备穿脱都非常麻烦 你没有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 当然也有它的乐趣 因为有很多人喜欢 在沉船附近斗章鱼 这边有太平洋章鱼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我要喜欢我就去南方 就是去热带 像普吉那样的地方 我喜欢 三亚普吉 我可以 但是你要在北方潜水 我不感兴趣 所以我就不玩了 现在 看到您读我的信 真是激动不已 反复观看了很多遍 您对我的总结 我反复琢磨 确实是这么回事 像主动走出舒适区这个点 我自己都没想过 我的家里的人 只觉得我不安分 太能折腾了 我也希望 像您说的那样 我能在移民路上 完成一个上升期 另外 您也get到了 我想表达的点 我在申请移民的这一年中 看到很多中产 犹犹豫豫 错过了时机的 也有朋友想移民 结果想的太多 折腾一年 签证都被拒了的 可不 你看我开油管才四五个月 我给大家主推那条线 就是加拿大学前 学旅游转学 旅转学 然后学转分野卡 这条路就已经不通了 现在已经不可以了 就时机 有的时候就那么转瞬即逝 你人生必须抓住 选择打予努力 这个时候你犹豫不决 你就错过了选择 还有油管和插上一些年轻人 痛苦的活在国内 而想移民没门路的 就在24年初 加拿大的移民 也进一步的紧缩了 缩紧了 看着这些情况 真令人着急 我人为言轻 但借您的平台 帮我准确的总结 并表达出来了 希望能帮助到一些人 也满足了 我这助人为乐的心理 您说那句干就完了 也帮我打碎了 我日益增长的偶像包袱 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因为你开始有钱了 你如果要是当时 被你爸虐待的时候 家暴的时候 那你肯定 你没有自由负担 你现在都可以 他们一去普及玩20天 那你肯定就有负担了 包袱都这么来的 跟你讲讲 我这次度假的见闻 一 在普及岛 中国人真是肉眼可见的少 我去过泰国三次 之前两次 疫情前去的 去到哪里 都是乌央乌央的中国人 这次中国旅行团都少了 一些专门为中国设置的旅游点 也显得萧条 日韩的游客也不多 你要说普及 你还真说到我这儿 因为我度假就是去普及 我在普及 我也是老熟了 我不喜欢住在普及岛的 就是谢尔顿那边 万豪那边 因为那边有点乱 我是住在岛的另一侧 有一个蓝色的酒店 到处都是蓝瓷砖 那个酒店叫什么 Como还是Lomo 我去普及 我就住那酒店 特别安静 你开车去那儿 就只有那一个酒店 整个度假村 就那一个酒店 那有酒店外边 是他同一品牌的别墅 独栋别墅 那肯定都是全世界 非富极贵的人 在那儿包别墅住 那个酒店的好处 就是安静 坏处就是 你要是看什么热闹的 什么夜市 你得开车很久 得25分钟半个小时进城 我在普及岛的俄罗斯人 多得离谱 听说一部分过来猫东 一部分是躲兵役的 主要躲兵役的 还有一些乌克兰人 我从语言上区别不出来 我从语言上 也区别不出来 实际上他们都是一种人 就是台湾人 跟大陆人一样 2022年 大麻在泰国合法化了 普吉特岛上 到处都是大麻店 夜店集中的巴东地区 几乎几十米 就一个大麻店 这个泰国 真是一个王道乐土 而且泰国人 你在泰国旅游 你发现没发现 就是泰国人 特别安于贫穷 就是真的 就是你在 你看我一个外国人 我可以在普吉岛 任意穿梭 晚上去路边小店 什么风高月黑的 小餐厅吃饭 我不用担心安全 本地的泰国人 都非常的安于贫困 非常穷 你注意一下 他们本地人的房子 他们的房子 几乎就是 你按照居住标准来说 那就是个贫民窟 当然他也是 拜他天气好 琐事 他不冷 所以他不需要什么保温 但是他们都没自来水 他们都是靠接雨水的 家家户户有个大桶 接雨水 然后净化水 你说就那么样人生 人家特别乐天 当个服务员可开心了 你给点小费 又给你唱 又给你跳的 普吉岛的沿街 可见不少空着的公寓楼 原本中国老板投资的民宿 疫情扛不住了 跑路了 虽然普吉岛 现在外国人特别多 生意也火 但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五 老钟的家长 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我在香港机场候机的时候 无意中坐到了一对 夫妻和他们的女儿中间 他们坐在一排椅子的两头 孩子有十几岁了 那位妈妈隔着我 训斥她的女儿 写英语作业 语气是那种命令式的 孩子非常的不情愿 爸爸不说话 那天是大年初一 机场的灯光不明亮 况且也只能趴在椅子上写 那妈妈捞刀刀刀的 我血压都上升了 赶紧远离了他们 哎呀 画面感太强了 我们温哥华温馨也都那样 机玩 最后机的孩子把爸爸妈妈杀了 我们加拿大就有 就是这样的 女儿长大了 把爸妈妈顾胸杀掉 就在我们加拿大发生的事 怀疑 哎 这个今年就先 今天 今年就先写到这 我要先恶补一下 您这段时间发的视频 我很高兴能够与您 分享我的看法和感受 再次感谢您花时间 阅读我的信 PS 我才看到您的回信 我很乐意 很愿意和北京小哥认识 我晚些时候会给他 发一封邮件 您也可以把我的邮件给他 感谢您的签线 竟然可以认识到经历相似的朋友 下面发两张这次普及之行的照片 让您感受一下东南亚的快乐 我收到了 很漂亮 我指的是既是景色 也是人 祝你们人生幸福 通过老王的频道 吸取正能量 吸取养分 大家共同提升 今天第一段先录这么多 拜拜 澳洲小哥赶紧给我看 赶紧主动联系 主动点 别急不让我提你 拜拜 拜拜